新冠疫情期间长期宅在家 增加女性面临家庭暴力的风险 马华群国妇女组主席拿督王赛志透露 去年3月至今国内家暴案件累计1万0165宗 单单今年截至上个月就有多达4905宗家暴案件 他呼吁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及时寻求协助 避免陷入无底深渊 王赛志在一份文告中阐明 根据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长 那都斯里利娜哈伦 昨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中说到 自去年3月到12月 公录得5260宗相关案件 而且去年3月到今年8月 所累计的1万多宗家暴事件中 并不包括那些还未报案 又或者已经撤销案件 情况令人担忧 他说他理解家丑不外扬的观念 但每个人都有基本人权 不应该被伤害 旁观者更要懂得分辨对错 举报施暴者才能阻止家庭悲剧 受害者可以直接向警方报案 并提出紧急保护 临时保护和人身保护三大保护令 又或者联系马华妇女组旗下法律咨询 和妇女援助中心求助 对于老大大保护令人体aja 并不及伤害 受害者